我们持续来关注台湾的政局 目前台湾的政局可以说是错综复杂 异团混乱 美国最近是频频释放政治讯号 包括政府官员和军方将领 不断发出政治语言力挺台湾 在岛内陆委会的主委陈明通 昨天是亲自上电视抨击韩国瑜 甚至认为如果韩国瑜明年参选 并且当选的话 他认为台湾将威如雷卵 韩国瑜目前也只能是不断的回应反击 韩国瑜28号结束 港澳深夏经济之旅返回台湾 他这次出访带回总额 约53亿元新台币的合作备忘录和订单 受到岛内民众热烈欢迎 然而民进党当局却无视韩国瑜 为高雄带来的巨大经济红利 反而对韩国瑜在香港和澳门 拜访中联办负责人集中火力 抨击甚至恐吓 针对民进党当局的指控 韩国瑜反台后在机场澄清 说他卖菜卖销就是不卖台 我们这六天非常疲倦 就是要帮基层的农产米鱼产品找通路 这跟卖台有什么关系 高雄市场可以卖台 屏东县长能不能卖台 台南市场能不能卖台 澎湖县长能不能卖台 你完全胡说八道 哪有卖台跟那十个议员一起去卖台呢 韩国瑜在大陆参访时 曾再次表态坚定支持九二共识 陆委会却宣称此举涉及敏感的政治行为 要求韩国瑜限期一个月之内进行说明 若确定违规最高可处五十万元新台币的罚款 我们想见请韩市长利用回台之后来加以说明 是希望给韩市长利用这个机会 尽快厘清外界的疑虑 我们相信以韩市长的政治智慧 应该会有正面的回应并适当处理 另外陆委会还考虑增加所谓的韩国瑜条款 限制县市长、政务人员赴港澳的申请流程及行为 有台媒分析认为 民进党当局必将在此问题上大做文章 今后恐将采取各种措施 阻止其他蓝营县市官员前往大陆开展经济交流